一家人猛力跳 地震以上显示了震度才四级 很用力故意 竭尽所能的才到四级 然后大概七级可能真的是很 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大地震 要知道威力有多大 中央气象局特别提供虚拟实境 胜利其境的感觉 不过其实头一会有一点点晕 台湾地震频繁 中央气象局近年来也不断更新设备 让地震警报更及时 以全球来看 日本地震警报最快只需要八秒 台湾仅次于日本约花上十五秒 但人比美国和韩国都还要快速 我的目标是希望五年到十秒以内 那十年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五秒左右 除了事先预防外 0206地震后 台南市府建筑法规也做了立即修正 外来的建筑都需要通过第三方 或是土木济师勘验 确保建材安全 台南地区的土壤异化区 目前共计95栋近千户 也已经扶正或地址改良 总种预防及修正 就是盼望人人能寄取教训建立防灾的概念 在新闻加新王昭中台南报导